大陆海关总署公布二月进出口统计 出口值1691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48.3% 进口值仅有1085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0.5% 二月出口成长及进口衰退 造成贸易顺差持续扩大 湘西省九月出现大范围大物 气象单位发布橙色预警信号 导致15条高速公路被迫封闭 其中南昌市能见度甚至不到100米 市区被大物笼罩 不少民众佩戴口罩出行 江西第一高楼289米的红谷滩 绿地双子塔等摩天高楼群 也在雾中隐身 四川阿坝县47岁屠博妇女诺秋 为抗议中共当局对西藏的专制统治 3月5日夜里自焚身亡 这是2015年第一例被报导的自焚抗议事件 同乡藏民为防止当局抢走她的遗骸 已经在隔天上午现行火化 有最美洗脚妹之称的中共人大代表刘立 日前在安徽省代表团讨论时发言 说现在农民工讨薪很难 建议在民工讨薪期间 用人单位要承担劳动者仲裁 诉讼其间的工资 他的建议提出后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没人回应 新唐野孩电视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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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